台湾有一位殡仪师叫阿文 阿文最近比较烦 满脸哀愁 遇到了男士 他在殡仪馆工作了十年了 起初负责死人装连火化 由于怪事贫发 他想转行 怎奈 别人不愿用他 嫌他晦气 阿文找到领导 向他陈述自己的难处和想法 好在领导开明 让他卖公墓 虽说卖公墓比较轻松 可是还得值夜班 白天在阳光下 人又多 到了晚上 夜深人静 诺大的殡仪馆空旷又甚人 没人的时候 阿文会不自觉地想起 火化死人的场景 火化间时常能听到尖锐的叫声 声音恐怖 震耳欲聋 那种声音时常出现在耳中 无法抹去 有次 他好奇 往火化间里偷描了一眼 静止的尸体猛然坐了起来 身上着火了 不停地拍打身上的火描 还不停地哀嚎 阿文坚信 那人没死 别人告诉他 没死也就不活了 冷漠和无情让他的心坠入冰河 不断地凝固 碎裂 最后麻木 殡仪馆很大 很空 晚上时常可以听到或者看到奇特诡异的事 阿文不敢说 只能假装看不到 谁让他选择了这一行 他游走在阴阳之间 见惯了生离死别 开始喝麻醉自己 一次 阿文夜里巡逻 他听见太平间有响动 他仗着胆子走了过去 嘴里念着满天神佛的名字 阿暗给自己打气壮胆 走近一听 里面有乌液的哭泣声 他以为榨湿了 屁滚尿流地跑了 他来到外面 急忙给师父打电话 师父不耐烦地告诉他 太平间进了猫 让他把猫赶走 阿文撂下电话 找了根棍子 捏手捏脚走进了太平间 冷气扑面而来 冷得刺骨 手电筒微弱的灯光 在一排排白布上照来照去 哪有猫的影子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不知从那里蹦出一只猫 他跳到尸体上 冲着阿文喵雾乱叫 有黑的环境 诡异的氛围 阿文浑身开始颤抖 他又怕又气 催了一口 拿着棍子开始追赶那只猫 说来也怪 野猫见识不妙 从门缝里跑了 他长舒一口气 准备离开 这时他隐约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 小伙子 你打我的猫干啥 阿文听得真切 丢下棍子仓皇而逃 自此他再也不敢一个人去太平间 也不敢向人提及此事 其实人死以后并不是直接就没有了意识 死后是有一个过程的 首先在一个人死亡后就要经历断气过程 如果一个人死亡很仓促 比如车祸 人只是感觉一阵子剧痛 意识会很快消失 不会有什么痛苦过程 对于一个快要断气的老人来说 此时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 喘不过气来 感觉呼吸不畅 总是喊家人说 自己身上有东西压着 胡言乱语 或者是剧烈痛苦的呻吟声 在断气之后 眼睛还不一定会闭上 特别是有一些死不明目的时候 那个眼睛直接睁大面目睁明 这还不是最令人恐怖的 然后如果死亡后 要是胃里的食物过多 还有可能会溢出来 身体里的气体可能会溢出来 膀胱里的尿液会溢出 最惨不忍睹的是 男人甚至有可能会射精 女性要是在怀胎中死亡的 有可能会发生死后分娩 主要是因为腹中的气体 把婴儿推出体外 想想一个人死亡后的场面 可真的不敢想象呀 人体死亡之后 不再消耗能量维持体温 此时人体会逐渐变冷 人体变冷的速度 取决于环境速度 和遗骸的胖瘦程度 死后人体不再消耗能量 所以一个人死亡后 也就会显得 比生前的时候要瘦好多 在死亡一至四小时左右 遗骸会变得非常僵硬 发生湿疆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人 会趁着老人刚刚去世 赶紧为他们换上兽医 古代人认为 一个人在死亡之后 他的灵魂会从肉体中脱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他们会在使者的引导下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也就是得阴间 人们认为阴间 是鬼魂居住的地方 也是人们轮回转世的中转站 那里有着对人们生前 所作所为进行审判的阴私 要是一个人生前 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就会被判下地狱 要是生前做了一些 令人敬佩的 善良的行为就会生鲜 甚至 有的鬼魂会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法转世 而最终留在阴间居住 也有的鬼魂会在轮回转世之前 在阴间居住很长的一段时间 当然 民间对鬼魂转世的过程 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统一的是 各种说法中 都认为阴间是存在的 这也就是民间的迷信 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件事 其实 佛法里没有灵魂这个说法 一般人的概念里 大多是两种观点 一类是彻底不相信轮回 肉体生命现象的消失 就代表生命的完全结束 另一类会觉得 人人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 可能上天堂或下地狱 也可能再次投胎 即使忘了前世的一切 即使样子也变了 但本质还是过去的那个灵魂 然而 在佛法中没有灵魂这个说法 既然没有这个不变的灵魂 那到底是什么在经历着轮回 又是什么让过去世 所有的善恶业力不被散失 因果业力又靠什么 在未来世里发生作用 新经理提到过掩耳鼻舌深意 这在佛教里称六十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人辨别各种事物的感觉器官 亦也可以理解为 接受到这些感官信息后 做出思考 判断等 做出决定和行动 在佛教的为时学里 更加重视另外两十 莫那十 阿赖耶十 合起来称八十 如果以比喻来说明 阿赖耶十也叫藏十 就像一个大仓库 就像我们现在上网一样 因为前六十而觉知 经历的那些生命信息 都会留下痕迹 被忠实地被保存在 阿赖耶十这个大仓库里 这个仓库的总管就是莫那十 莫那十也是梵文的音译 它与我吃 我贱 我慢 我爱似烦恼 相互作用 使众生执着于自我这个念头 执着在阿赖耶十上 阿赖耶十就是无始以来 生命经历生死流转的根本 储藏着我们无始以来的生命经验 留下的信息 这些也叫种子 比如曾经做过的事 说过话 都会在生命中拨下相应的种子 甚至每一个起心动念 每一次泛起真心 一念慈悲之心的产生 都会形成不同的种子 正因为阿赖耶十忠实地保存着这些 所以业力不会消散 因果不虚 曾做过的善业格了再久 也都不会消失 这个仓库也不是只进不出的 业力的种子会有一个潜伏期 需要很多的因缘去激发它 让它产生很多变化 有的会增长 有的会减弱 因缘具足的时候 这些种子的果报成熟了 就相当于从阿赖耶十里被搬出来 叶报就显现了 就这样 进了出 出了进 种子发展成叶果 对业果不同的应对行为 可能又产生新的种子 这个世间的一切 都是有因 缘 果 报这四个循环的规律在这里 是完全按规律办事 纵经百千节 所作业不枉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该有的善果不来 也不要侥幸恶业能被遗忘 只看他感召到的因缘何时触发 阿赖耶十与一般人 模糊概念中的灵魂不同 因为业力种子和果报 都在刹那不息地进进出出 所以它本质上 不是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 而是永远在千流变化着的 就好比远望中的瀑布 看上去以为是一片白布下垂那样 但其实是相续不断地流水 所以 在佛教中不认为 有一个现成的灵魂在轮回 因为佛法中最核心的三点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诸行无常就是说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 刹那间千流变化的 没有常住不变的事物 过去有的 现在起了变化 这一刻有的 下一刻依然在变 在唯实学的方面 重视通过解脱道的 相关修行方法 截断因果相续的生死之流 使得阿赖耶石的作用完全消失 既不藏进去什么 也不拿出来什么 也被称为转时成智 即不受生死和轮回的支配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